很明显的 这是一个开心的照 我和艾玛小圈粉 玩着开心的游戏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它有那么一丢丢的害怕 而时间一长 我觉得好像也挺无聊的 之后的故事 有些东西 它趁着我不注意 跑了出去 小圈粉来了一个迂回战术 又返了回来 在这块不断的操访狗子 它在这块仗仗不走了 这可给狗子们气坏了 此时的我也下了一个决定 把那三个相对安全的狗子请出来 让它们和小圈粉再磨合磨合 阿尔玛先是确定了一下地盘 之后和散除就开始搞破坏 哎哎哎又长啥了 干啥 舔得上全是水 阿尔玛 你要给舔 毛的呀 阿尔玛 你要和谐一点 从来朋友 和谐人阿尔玛的意思 绝对不是做朋友那么简单 我也是彻底的服了 哎哎哎 你要干啥你 你要干啥你 别耐着你 啊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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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转到爸了 在阿尔玛事严了好多次之后 小圈粉呢忍无可忍 决定要远离阿尔玛 但是严阿尔玛的个性 他怎么可能放过小圈粉呢 于是小圈粉也没走远 抓了一圈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在十多分钟之后 小圈粉终于迎来了 他报仇的机会 舔了他一口 没敢咬 舔了一口 本来呢是开开心心的回家 当然阿尔玛的动作 让我觉得很不对劲 这是第一次 好像在试图咬小圈粉的脖子 第二次的动作 让我有些害怕 因为我在动物世界当中 经常看到 一般都会跳到猎物的身上 去咬他的脊柱 我看阿尔玛的这番操作 着实有些吓人 我就把他们都念进入了 小圈粉呢也很不高兴 毕竟被欺负了一上午 那时看到任何一件东西 都想互爱一下 后来我的父亲呢 在连城睡着了 他一会儿是拽在背 一会儿呢 舔我爸脑子 就这样呢 我爸也没打理他 但是小圈粉的心里呢 指定是高兴的 毕竟狗子们都关起来了 他又可以 似乎鸡蛋的欺贴他们了 今天阿尔玛 要小圈粉这件事呢 我必须好好总结一下经验 别万一哪天出错了 小圈粉再被狗咬死了 这件事的发生呢 其实就来 法兜元宝 要不是因为给他上腰 或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嗯 洗一下一下 哎 眼睛不好了吗 快来洗一下 这玩意儿像大力蛋 刺一片得好几年 你知道吗 一样夹子牢高了 大力玩的原宝不刺 他非要抢大哥的骨头 大哥 笑我这锅 哎 不发气了 还挺跳 哎呀 光 哈哈哈 大哥的骨头 其实也没啥好的 是一点用也没有啊 为啥没有用呢 因为大哥最近拉戏 不能吃有油水的东西 就这么一个瞬间 让小孩在外面看见了 小孩呢 就以为这个屋里 有多少好东西呢 杨猫这边呢 我又为了他一个大力玩 不是呢 杨猫 后来我把这大力玩 给了乐乐 从乐乐的表情上 你就知道 这个东西有多好 晚上十点小哈不睡觉 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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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没上施数 没上施数 渴了 怎么的呀 喝好了小哈 太喝吗 不喝了 该睡觉了吧 正常的小孩呢 在这个时间早在笼子里睡着了 后来我发现 他是想在笼子外面睡觉 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是想在第二天 开门的那一瞬间 直接冲进屋里 由于呢 他冲的太猛了 直接干到了马卷 就这样他俩见面了 当时我正在睡觉 小哈冲过来那段 我就没录上 我做视频的时候 看了漫放 我才发现呢 然后小哈和阿尔玛 就像是给小雪凤 检查身体似的 不断地在他身上吻 在这个实验当中呢 阿尔玛小雪凤 还在试图咬小哈 直到小哈生气了 小雪凤才自拿而推 后来我给他俩撵了出去 这个时候呢 我才放弃 因为我一直特别地担心 小哈会咬马 他们不敢咬马 他们不敢咬马 给我马呢 也吓得够枪 抓住了小哈 就给送了回去 阿尔玛一看 大事不好 马上就跟着回去了 他俩呢 是回去了 这后一阵给我留下了 他俩早上 给杀窗门撞坏了 他这一撞坏呢 给小猫提供方便了 这小猫呢 进屋和出去 都不受限制了 为了防止小猫 再发现这个漏洞呢 每当他们一过来 我就赶紧出去 防止他们进一步破坏 故事的开始呢 非常的简单 就是虽然 灌笼子门没灌上 然后放小哈 出来玩的那一瞬间 小便墓从笼子里冲了出来 就这样呢 他俩混站在一起 在辣架过程中呢 我的手被咬了一口 接下来得很长一段时间 狗子们都老实了 或许呢 他们也认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回想起整个过程 最开始是小孩 站住上方 咬住了小便墓眼睛的位置 当我去辣架的时候 小哈呢 就放开了 而这个时候的小便墓 把握住了机会 咬住了小哈 然后就一直不松口 我就用手 把小便墓的嘴 情急之下 小哈要还记 而我的手呢 在小便墓的脸上 我当时呢 都能感受到 小哈张嘴 刚咬到我的手 突然反应过来 这不是小便墓 然后他马上就松开了 要不我的手 就不会是滑上了 那就盖死骨折了 你是怎么给小便墓 灌上笼的呢 我就 我就那个什么 我就带一下 然后隔脚踹了一下 隔脚踹了一下吗 你确定隔脚踹了一下吗 你要是没踹吗 反正我能灌上 我先看到隔壁里边 挺老实的 然后我就去放下汗 然后之后 他就打死来了 怎么拉一拉 我看 我睡一盆水中的 然后下水 我吐龙都在那儿 我先去 在这小便墓窑上 哎呦 哎呦 我这么疼 哎呦 我先歇 哎呦 我天呐 哎呦 发尸银明天去 我明早去 不行 快去吧 没有事 快去吧 你要死我怎么弄呀 快去吧 我好怕你死了哟 你死了 我好记错你的花呗 贴呗 把千金钱都给你的 哎呦 哎呦 快哭 这身上来 我好怕你死了 你不要死 你不要死 我眼的气压太多了 在女朋友的 再三圈主持下 她这个落日的一会 我们属于正式的出发了 准备去四区医院 打框桥鱼鸟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我来到了四区医院 看着犬伤门诊 这几个大阵 这一年 到底有多少人 背够药了 还专门开了个门诊 在医院的走廊 等了半个小时 观察器过了 我们就回家了 虽然到家已经很晚了 但是呢 也没有忘记 给小蝶蜂上药 这药子上三种 给原宝的药给你用好了 振扎这是不在浪费的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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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